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目前中國和印度正在進行第九輪的軍長級會談 但是在今天印度媒體傳來一宗消息 說中印邊境再起衝突 衝突結果是中國慘敗20比4 佳因那些軍人大亂鬥的情況下 有20名的腦解受傷 4名的印軍受傷 胡錫進就在微博上很快地否認了這件事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到底印度媒體他們的版本是怎樣的 根據印媒的報導所說 就說在三天之前 印度石金邦北部的納庫拉地區 就有腦解越過了邊境 遭到印度士兵截停 其後雙方就爆發了激烈的嘔鬥 中方在事後就退回原有中國的控制區域 賽果就是 最少有20名的腦解受傷 有4名的印軍受傷 目前這個衝突就已經結束了 據報導沒有人開動熱兵器 但是雙方的氣氛仍然是緊張 其實 這個中印邊境就已經叫做沉寂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是沒有爆發到衝突 如今 在拜登登基之後 繼續爆發這個事件 當然影響就相當深遠 我們說完印度的版本之後 又說胡錫進的說法 我們才去分析一下影響 老胡在他的微博上說什麼 他說印媒作大消息 只是懂得滾動發佈各種對印方有利的訊息 據老胡初步的了解 印媒的報導基本是假的 解放軍前線的巡邏日誌 沒有相關的紀錄 而且最近幾天 雙方軍隊高層的關注焦點 就是第九輪軍長級會談 並非說發生了新的邊境衝突 雙方肯定就沒有發生印媒所說的那種規模衝突 兩國前沿部隊就時有小摩擦 如果是出現了傷亡的摩擦 就沒有可能在中方的巡邏日誌上沒有反應 因此可以斷定 印媒所說的情況是偏造的 而且他們就偏到很離譜 印媒經常都沒有底線 偏造新聞細節 對於印媒要小心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只不過 就算連場內的網民 似乎對於他這個說法 都表達了一種不信任 很多網民其實就對他反唇相機 有人就說 胡老編你作為一個傳媒人 難度是不會面紅的嗎 你們自己的報導又怎樣呢 另一個網民就說 小心這個小心那個 喂 Twitter我們都上不了他 小心屁嗎 我們看到的消息全部都是你老虎想讓我們看的東西 過濾過之後的新聞 民族主義都可以被你暫時引導 但是你狼來了喵得多就沒用了 又有網民這樣說 老虎呀老虎 上次的衝突 我方就犧牲了一個 又不見你有正式的報導 你正常的報導有什麼關係 經常懂得遮遮掩掩 都不像一個大國的樣子 又有人說 小心不小心 印媒都沒有所謂 反正在國內都看不到印媒的新聞報導 印媒的新聞主要就是給印度人看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看到就可以了 反正中國官方訊息又不透明 只好任由別人說 還有網民串他 就說我們都上不了外國的網站 你們說什麼我就唯有是信什麼 其他國家就追求新聞的真實 我們就追求正確 你說印度人是只做的 我都會相信的 其實在牆裡面 都有很多清醒的人 而且這些留言 就有不少人讚好 不是說只有三幾丁人讚好 我就引述出來給大家聽 所以就反映到 胡錫進在大陸的公信力 基本上都是很低的 很多清醒的民眾根本上 就不相信你那些廢話 還唱你是胡叼盤 那個花朵是 估物論印度媒體所報導的消息 是堅也好是流也好 但是空月來風就未必無因 這一單的消息 其實是至少反映了有三樣東西出來的 第一件事就是 在現在這個所謂後特朗普的時代 印度基本上就是無意和中國達成一個 所謂真實的和解 現在雖然中印雙方就 繼續談這個所謂第九輪的軍掌級會談 如果印媒所報導的消息是真的話 就反映到 其實大陸就沒有好好掌握著 拜登上台帶來這個機遇 來跟印度達成一個和談 反而就是會將印度 推向西方世界 這個時候就會使得印度長期和中國對立 如果說這個消息是印媒自己作出來的話 也反映到印度根本沒有心和你做什麼和談 只不過現在大家坐在一起談就叫做個樣 使得中印邊境衝突 維持在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 不會再向上升級成為一個全面的軍事衝突 所以我就相信 在接下來的日子 中印邊境應該都會偶爾爆發這類型的零星衝突 第二件事就是 印度現在對中國的取態 已經不再受美國的取態來影響 所以就算拜登登機也好 基本上印度總理莫迪 現在就不會再看美國那台電影 因為在過去幾年 特朗普總統已經喚醒了很多國家 而蓬佩奧也做了很多政策出來 基本上就已經擺正了唐太 踩行油 所以就算現在被拜登上位之後 都已經殺不及制 印度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接下來6月的時候 印度就會參加這個G7峰會 G7峰會就順勢 改組成為D10聯盟 即是民主10國聯盟 印度就已經是向西方世界靠攏 而印度自身也是非常積極的 他們就打算邀請28個 來自印度洋和非洲的國家 出席一場聯防會議 這一場會議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拿來 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印度這一項舉措 他就已經是反映出 即使在缺乏美國主導的情況下 他仍然會自己構思一些辦法 來防範中國 所以 特朗普總統他雖然目前已經卸任了 但是 他在過去四年的路線 現在仍然是繼續這樣進行當中 故此 就算拜登有多麼軟弱也好 他也已經阻擋不了大勢 還有可能會被其他國家夾他回頭 而第三件事 就是我認為 中印之間爆發全面軍事衝突的機會 其實是不高的 但是我也相信 印度是會把握這個機會 繼續加強和中國在各方面的脫歐 其實這件事印度自從去年6月那個 邊境衝突發生了之後 就已經開始蜜羅筋骨這樣做 包括印度民眾又罷買中國貨 又或者印度方面 如何把中國的手機apps下架 以及從中國叫走一些高增值和高盈利的高科技產業等等 我相信印度是會繼續做這些事 至於為什麼印度會選擇向中國賣米 我想這些就是權宜之計 一來印度自己有錢賺 二來如果中國對印度那些大米產生了一種依賴的時候 對於印度來說他又是多了一些籌碼 接下來我們就說說另一宗消息 在最近這兩天 一共有15架次的老解軍機 飛了入台灣西南部的空域 創下了解放軍的紀錄 而在那15架次的軍機裏面 有12架次就是屬於戰機 當然威脅的意味就相當之濃烈 有分析就認為 大陸現在這樣做 無非就是想測試一下 拜登方面的底線 新任國防部長就叫做奧斯丁 他剛好在參議院通過了任命 奧斯丁就提到 說大陸急速抗軍 就是對於美國最大的威脅 他就將會爭取 強化和日本等等的盟國 來合作對抗中國 他又說美國將會是竭盡想能 確保中國不會對台灣作出入侵的決定 他又強調 美國對於台灣的支持是堅如盆石 他上任之後 就會確保得到美方是會確守對台的承諾 支持台灣是擁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當然這些就叫做什麼 聽其言觀其幸 他說就說得很強硬 到底他做落是不是真的那麼強硬 需要時間來去驗證 而在昨天 美軍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就已經駛進南海的樹 執行海上安全行動 涉及到 進行海上打擊的演習 海空部隊的協調戰術訓練等等 就證實得到 其實即使拜登上任也好 他都是暫時難以扭轉 特朗普總統時期的一些戰略 至少在目前這一刻我們就會看到 拜登是扭不了台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